大家晚安 今天全球现场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今天最重要的国际大事 就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天就会访问俄罗斯 这也是成了他连任了第三任国家主席的任期之后的首度出国访问 其实外界当然最关注的是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 有没有机会会对现在还很胶着的俄乌战士带来一些和平的曙光呢 这当然是后续我们观察习普会的一个重点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习近平在出访之前 就跟俄罗斯总统普丁双方都在中俄彼此的官媒来互相投书 当然也是彰显的是中俄关系的友好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习近平呢 他在俄罗斯的官媒上头的投书里面就写到了 他是强调中俄友谊是利酒迷心 那必须要倍加珍惜更定调说 这一次的访问是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 和平之旅 但是呢 谈到了俄乌的危机的话 其实他只有少少的提到了一点 他重申始终着眼于事情本身的是非取之 当然是秉持着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立场 积极劝和促谈 他还提到说 好 这个世界上呢 是不存在所谓高人一等的国家 不存在的是有某个国家 说了算的这样子的国际秩序 当然这样的话呢 好 一写出来也被解读说 应该是在暗奉美国吧 好 同时今天呢 其实普丁他也在大陆的官媒人民日报上头来投书 普丁他就表示说 非常欢迎大陆呢 在解决危机方面发射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那对于政治外交的方式 解决乌克兰的危机 他是保持着开放的态度 那双方呢 也预计在台北时间的稍晚 也就是在今天晚间6点半左右 习近平就会抵达到莫斯科 届时就会跟普丁来进行单独的对话 来共享晚宴 那明天一整天也都会有行程 好 明天一整天的行程呢 就是双方都会进行了一整天的会谈 那也会签署的是联合签署 两份重要的文件 一份是关于两国关系 是进入了新时代的宣言 那另外一份呢 就是最重要的是关于中俄之间 从今年开始到未来的七年 经济合作的相关计划 好 不过呢 就在这个习普会宣布的前夕呢 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件尴尬的事 那就是国际刑事法庭就发布了 对俄罗斯总统普丁的通缉令 指控普丁他是犯下了战争最先 英国的天空新闻 今天就在大陆的外交部的记者会 上头对此提问 那发言人汪文斌也有所回应 他呼吁国际刑事法庭 不应该要政治化双重标准 国际刑事法院应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尊重国家元首依据国际法 享有的管辖豁免 应依法审慎行使职权 善意解释和适用国际法 避免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好 持续关注的是国际间的财经消息 这是国境知名的大型投资银行 瑞士信贷 近期因为深陷财务危机 在瑞士政府的撮合之下呢 瑞士银行现在宣布了 同意是以30亿的瑞士法郎 大约是992亿台币来收购瑞幸 但是呢 这个反映在今天的亚洲股市 包括了港股市开低后跌 然后这个幅度是扩大的 恒生指数最多重挫了530点 来到今年的最低点 周厂是收跌在499点 跌幅大约是2.55% 分析师主要就是认为是信心不足 也认为这个情况下是2008年 在最低的情况下 但是人们觉得这个可能是 一个运动的运动 所以这个早上 除了港股重挫之外 汇丰重挫6%之外 日本的日经225指数收盘 同样是下跌了371.29点 跌幅是达到了1.36% 指数收在26962.50点 另外在澳洲股市的部分 同样也是因为瑞幸收购 同样收黑 瑞士银行今天就宣布了 是以30亿瑞士法郎要收购瑞幸 但是显然反映在市场上 投资人还是明显信心不足的 因为上周爆发的 美国矽股的金融危机 这个是由很多新创公司 提供给他们融资的矽股银行 宣布一夕之间倒闭之后 引发的是市场投资人的恐慌 但现在美国联准会 就后续寄出了一系列 要救世这样的措施 包括了今天联准会就宣布了 跟加拿大英国 还有日本跟欧盟跟瑞士 一共6个国家的央行 同样他们要扩大的是美元 对市场的流动性供应 市場が混乱した際 世界の主要通貨である ドルの資金が不足しないよう 金融機関に対して供給を支援します 今日から始まり 少なくとも4月末まで 実施するとしています 一方 週明けの東京株式市場は 値を下げて始まりました 各国央行将会加强 所谓的货币互換操作 让其他国家央行 有更大的管道来取得美元 六位国家的央行 联合声明也指出说 为了提高货币的互換 来提供美元融资的有效性 目前提供美元操作的央行 已经同意把7天期的操作频率 增加到每天 那这些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換系统 是缓解全球融资市场的压力的 那么重要的流动性的支持 有助于减轻这样的压力 对于家庭还有企业的信贷供应 也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好 不过持续来关注的是 针对前总统马英九 即将在3月27号到4月7号 他会前往中国大陆 祭祖的访问行程 其实大陆国台班今天也有所回应 发言人毛小光呢 他就表示大陆方面是很欢迎 马英九先生来大陆祭祖参访的 他也说会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 大陆方面欢迎马英九先生 来大陆祭祖参访 并带领台湾青年学生前来交流 马小光表示 慎中追远是中国人的传统 清明节祭祖拜祖先 是两岸同胞共同的习俗 两岸青年加强交流交往 能够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增添新生力量 注入青春活力 我们愿意为马英九先生来访 提供必要协助 祝他此行一切顺利